18号 加沙炮火密集 除了地面上的激烈焦火 双方的空袭也抑制不断 但哈马斯的火箭炮 均遭到以色列铁穹系统的拦截 当天 以军向媒体展示了 位于爱雷兹关口数百米外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宽阔的哈马斯地道 这一地道比其他哈马斯地道高两倍 宽三倍 全长四公里 最深处距离地面50米 配有通风和电力系统 车辆可以通行 周一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 一同抵达特拉维夫 听取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进展 在记者会上 奥斯丁强调 美国支持以色列 但要求以军保护加沙平民 奥斯丁还承诺努力营救人质 并保护红海的航行安全 最近几周 伊朗支持的野门国赛武装 频频在红海攻击过往商船 18号刚刚攻进了挪威ICT公司的货船 英国石油公司当天宣布 暂停所有的红海航线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任浩综合报道 本集完 本集完